接着这样的分享 你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期 能够了解改革之后 我们所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真的好让我们的信仰 也能够在你的真理之中 在这样的传统之中 能够更深的扎根 主真的是求你来祝福 这次讲座的时间 你保守网络的畅通 保守陈博士在分享的过程之中 真的是都有你圣灵 在他心中的这样的引导 透过他这样的分享 真的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能够得着造就 也求你祝福今天上线的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真的是胖着 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心 都能够向你来敞开 都能够借着这样的分享 看到你自己在意识中的作为 真的我们也都相信 主你在500多年前 在宗教改革的那个时期 你怎么样的显明你奇妙的作为 怎么样使用你所拣选的仆人们 你今天依然也会在这个时代 显明你的作为 在这个时代 拣选你的仆人 来在这个时代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主真的盼望我们 借着认识这样的历史 也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你就祝福今天上线 来听讲座的每一位 真的无论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世界的哪个地区 哪个角落 主真的求你用你的圣灵 用你圣灵的光照 将我们在这个讲座之中 连接在一起 求你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阿弥 孙荣已经回到你了 好我们现在请陈博士为我们授课 各位长者牧师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 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马丁路德 这个改教和圣施的关系 和崇拜和礼仪的关系 然后和我们今天21世纪教会 到底特别是华人教会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和马丁路德呢 这个关系其实是很奇妙的 因为我从小 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新议会长大 新议会就是路德会 在马来西亚的新议会长大 可是我每一周到教堂 聚会 然后每一周这样子 进进出出 崇拜当中 唱的诗歌也好啊 或者是选择的经文啊 或者是整个崇拜的礼仪 一直到我青少年青年时期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也不知道当中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就是每个每周都到教会 就是好像一个方程式这样子 去过这个教会的生活 就是知道哪里要站起来 哪里要坐下 然后什么时候要唱诗歌 然后唱的都是怎么样的诗歌 然后就读经听牧师讲道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思想过 为什么这个圣诗要这样的编排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圣诗 然后整个崇拜的礼仪 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 我从来都不明白 也没有去过问 因为我认为教堂本来就是这样的 它就没有意义 它就是一个程序 然后许多年之后 我开始去学音乐嘛 我的学士是这个钢琴 然后可是到我当了 上了这个研究院之后呢 我就开始接触了巴赫的音乐 巴赫或者巴哈 是西洋古典音乐之父 我们说 那他是出生在马丁路德 大概一百年之后 然后通过巴哈的音乐 因为巴哈本身也是一个信义会的信徒 通过学习巴哈的音乐呢 我在一个不是教会主办 不是神学院 一个世俗的音乐大专里边呢 拿了一门教会与崇拜音乐的课程 从那个时候 我重新的去认识了 哇 原来在整个这个崇拜 特别是信义会崇拜的这个礼仪 这个圣事当中 原来是这么的有意义 好 等一下 我在后面的时候 会再跟大家分享 我在这个 那时候在那个课学习到了什么 所以后来 当我再去 每一次去呈现巴哈的这个清唱剧 或者是当我带领崇拜的时候 我就能够理解 这个崇拜呢 不是我就是 就是no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 就是不是只是去去去去进行去做的一样事情 而是我所做的每样事情 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唱的每一句歌词 我弹的每一个音 其实都有意思在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回到去1517年10月31日的时候 那这个10月31日1517年 就是马丁路德正式我们纪念他这个改教的日子 因为当天呢 他把这个95条文 钉在威登堡的这个教会的门口上 然后就是列出了 95条文指出教会当时腐败 教会当时做不对的地方 然后呢 他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 那其实马丁路德 之所以能够在1517年10月31日去做这个事情 发起这个全欧洲的这个改教呢 他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从大概14000年左右 就是这个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时期 文艺复兴推崇的是什么呢 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我们也知道 大概在大概1200年 甚至更早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欧洲各个地方就开始有这个大学的教育 就知识开始慢慢的不变 所以1400年就有了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运动 再加上印刷的普及 那印刷的普及意为什么呢 就是能够去印刷很多的圣经 很多的课本 那人们也有更加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那不像以前人们呢 只是到教会 因为当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政教是不分离的 就是这个政府和这个君主和这个教会呢 是一体的 所以整个社会呢 是由教会来控制的 因此 当人们每个星期到教会 他也看不懂 看不懂圣经 因为不是智 没有接受教育 只有这些贵族的孩子 有机会接触教育 所以每个星期去听 他就只是听这个教父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什么 他就听什么 他没有办法自己能够通过自己批判性的思考 来去了解这个圣经 到底圣经里面真正的这个意义 真正的这个原则是什么 那加上文艺复兴当然也有这个人文主义的兴起 有科学的研究 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批判性的思考 还有中产阶级的兴起 这种种的方面 使得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时候 能够有这个宗教的改革 那宗教改革前 刚才说了 我们的敬拜 崇拜 主日的崇拜 都是弥撒 以拉丁文进行的弥撒 那拉丁文其实就算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没有人讲的一个语言 换句话说 拉丁文它只是一个学术的语言 它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有人用拉丁文来沟通的 今天 那所以整个弥撒用拉丁文来进行的时候呢 人们就 它其实是听不懂的 它真的纯粹就像我小的时候 当我小的时候去不是拉丁文 我的教堂 可是因为不懂嘛 我的教会是讲英文和讲普通话的 可是当我去参加崇拜的时候 就是不了解意义 就是坐在那里 所以他们有这个字说 当时的人就是去望弥撒 他就是只是坐在当中 他也没有唱诗歌 也没有参与 他就是好像看一场的表演 那教会的教导那个时候呢 其实也越来的越偏差 因为人们的这个 人民的这个教育程度非常的低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辨别 到底教会所教导的是对还是错 然后教会因为有了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就是教会的一个试探 变成教会就利用了宗教的名义 利用了救主的名义了 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的目的 和达到经济的利益 所以才有我们大家 家喻户晓的这个赎罪卷的事嘛 就是你要买 要给钱教会去买一个卷 那你才能够保证你能够上天堂 就是已经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了 所以马丁路德看到这一切真的是不对劲的时候呢 他就发起了这个改教运动 那我们今天英文这个改教就是Reformation 拉丁文的这个字根是Reformatio 意思其实是Restoration 在中文来讲呢 就是一个还原 一个更新 所以马丁路德 他其实从来没有想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教派 马丁路德他纯粹是希望能够挪去教会的腐败 所以马丁路德整个改教 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呢 是Sola Scriptura Sola Grazia Sola Fides 换句话说 在普通话就是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所以路德会今天也叫信义会 那在这个崇拜和在这个音乐上面 原则上马丁路德是保存了这个传统弥撒的礼仪 我们今天听到弥撒呢 特别是改教中的中派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敏感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弥撒就是天主教的 就是和天主教有关的 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就是 弥撒这两个字 其实跟天主教是没有关系的 弥撒是整个崇拜结束 最后一项 通常就是平安善会的时候 Itamisa S 就是大家可以各自平安回家 那个弥撒的字 是从这个善会这里出来的 换句话 今天我们讲到弥撒 其实就是一个聚会的意思 所以马丁路德改教过后呢 他还是去参加这个弥撒 还是在弥撒当中 施这个圣餐啊 还有在这弥撒讲道 但今天我们改教中的教会 就不再叫这个崇拜 叫弥撒 我们就叫崇拜或者崇拜会 马丁路德还是保存了这个圣职人员的这个衣袍啊 树哥啊 就是树哥就是这个中世纪开始 在教会里面用唱的方式来祷告 用唱的方式来宣讲这个圣经的经文 这个叫树哥 还有这个马丁路德依然有使用拉丁文 但是不是整个崇拜 然后马丁路德的想法就是 只要所做的在崇拜里面所唱的 不是违背人类良知的 只要不是盲目去遵守一个传统或者一个教法或者教条的 那是没问题的 那弥撒中凡是感恩赞美神的项目呢 马丁路德觉得都应该保存 所以他推崇的就是心和理智要一起 然后呢 口所唱的呢 要相应和心和理智要一起 要相应要和谐 所以信徒也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去送唱 马丁路德改教过后 当然我们也知道 后来在这个Switzerland 在这个瑞士也开始有这个贾尔文教派 贾尔文的这个改教呢 就比路德派的改教更加的严肃 就是如果当时你到一个贾尔文教派的教堂呢 你里面是不会像路德派有这个花窗啊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stain glass 这个stain glass在以前的教会 为什么今天如果各位有到这个欧洲去旅行的话 就一定会去参观这个大教堂 甚至加拿大的一些教堂 或者是北美的一些教堂 我们进去都会看到有这个stain glass 这个花窗 花窗上面呢 通常是画着很多圣经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的花窗存在呢 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不是字 所以当他走进教堂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图像 他看到这些图画的时候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教育的机会 那为什么教会里面 有这个耶稣的雕像 有圣母的雕像 有门徒的雕像呢 也是同样的意义 就是第一是激连他们的工作 第二这些雕像通常就是在一个圣经故事的一个情节 所以也是一个教育会众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从天主教一直到信仪会都有保存的东西 当然离不开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十字架 就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救赎的这个十字架 可是贾尔文教派呢 你是不可能看到这些 连十字架都没有 不能有电章 为什么 因为贾尔文觉得呢 这些都是把这个焦点从神的话语中挪去 所以教会应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一个很简单的建筑物 不应该有这些 所以这个是有不一样的 马丁路德呢 他就不是要成立一个新的教派 他就是纯粹要把教会更新 那讲到音乐 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觉得马丁路德 我们认识马丁路德 他是一个神学家 我们不会觉得马丁路德是一个音乐家 可是当我们去做马丁路德的研究的时候呢 其实马丁路德是一个 也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 马丁路德的音乐水平呢 不是像我们想的一般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然后顺便唱唱歌 他不是一个这么一回事 他对音乐的研究是非常的深 对神学的研究也是非常的深 所以在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 在圣乐的这一方面呢 他觉得音乐是用来宣告神的话 也只是用来宣告神的话 然后音乐它不应该是达成某一种果效 或者音乐它不应该是达成一种目的的一个工具 换句话说 我们不应该用实用主义的这个想法 来去面对教会的音乐 音乐不应该随便 而且应该有美感 然后呢这个音符应该把这个歌词能够活化 我们有没有想过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聚会也好 我们在教会崇拜也好 为什么我们要唱歌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比如说 像贾尔文教派他们是只能唱圣经里面的诗篇 那马丁路德的新议会呢 就比较宽松一点 就能够有一些神学家写的这个诗词 那无论如何 无论我们是唱诗篇的时候也好 或者我们是唱这个基督教的诗篇也好 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唱歌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念的比唱的更加有效 更加好 那我很多时候就会觉得 如果念的比唱的好 那就最好不要唱 因为如果你加上音乐 是把这个歌词的这个讯息 已经让它更加不清晰 更加不清楚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音乐技巧不好 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歌词 用讲的没有办法表达 要用唱让它表达更加丰富 如果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话 那念反而会更加有效 所以马丁路德 他把这个音乐配上歌词的时候呢 他想要达到的这个层次呢 就不是只是为了加上音乐而加上音乐 而是如何通过这个音乐的艺术 声音的艺术 让所传讲的这个神的话 还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些诗词诗篇 能够更加有效的把这个诗词的意义表达出来 这个是音乐的目的 马丁路德觉得音乐是神所赐的 不是人所赐的 所以音乐它不是一个发明 It's not an invention 可是音乐乃是神创造的 It's created It's not being invented by human 其实我们蒙神救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创造 从没有到创造有 我们人呢 只能去发现 只能发明 我们没有办法创造 因为创造只有一位 就是我们所敬拜的 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 那音乐 马丁路德也觉得音乐和救恩 很相似的地方呢 就是恩典 不是透过人 去积德 去行善 或者去做 讲很多的祷告文呢 而去赚取的一样东西 音乐是神赋予的一个恩典 那乐器呢 当然 今天我们看小提琴啊 喇叭啊 或者是 各种管乐器啊 这些 都是人去创造的乐器 对不对 可是 制造 用来制造这些乐器的原料 还有音乐 这个声音本身呢 还是神所赐的 所以 换句话说 音乐 是神所赐给人类的 而不是人 去创造出来的一样东西 因此 音乐 音乐的演奏 音乐的演唱 是反映神的荣耀 所以路德对音乐和神学的了解 不是一个 就是 纸上谈兵 而路德本身 其实是全身的去投入 在这个神学和这个音乐 大家也知道 在宗教改革不久之后呢 当然你想 马丁路德 在这么大的教会的权威里面去 兴起一个改革 他一定会被这个教会追 想要把他关起来 所以马丁路德就逃逃逃 他逃到去这个 埃森纳赫 上面有一个城堡 这个叫 Vartburg 他到这个Vartburg的时候呢 他就躲在这个城堡 就是一个修道院 这个城堡的里面 躲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他在那里的时候 又是冬天 而且 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幸福啊 有这个暖气啊 然后有空调什么的 他就是在一个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我去过 是一个非常非常 比我现在的这个房间还要小 然后就是一张桌子 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半年的时间里面 把这个圣经啊 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 因为直到那个时候 当然已经有德文圣经了 可是这些德文圣经呢 他的语文啊 不管是他的这个翻译啊 他不是像后来 马丁路德翻译的这个版本 那么的完整 而且马丁路德伟大 他这个翻译圣经 这个事情 伟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今天德国人 所讲的这个德语 的这些语法 文法 从哪里来呢 就是马丁路德 翻译这个圣经 从希腊文 翻译成德文 这个圣经 奠定了今天 德文 文法 语法的这个基础 所以你看 这个教会 马丁路德做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教会里面的文化 我们现在不是只是讲神学 不是只是讲福音 我们讲的是 教会里面的这个文化 是影响了世界 这个是马丁路德做到 当然 在音乐上 马丁路德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就是 他 写了这些重战曲 德文 英文叫 Corels 中文呢 重战曲 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圣诗 在马丁路德以前呢 教会是没有今天你圣诗本里面所唱的 比如说圣灾圣灾圣灾 比如说你信实和广大 比如说赞美创造神 这一些圣诗在马丁路德以前是没有的 马丁路德以前的教会音乐呢 都是第一 拉丁文 第二 它都是一些很复杂文艺复兴嘛 就是很复杂的合唱曲 所以 改教以前 惠仲到教会去听音乐 就不是参与唱诗 他只能看这些专业的诗班员 就是听他们唱 然后听教父唱这个树歌 这个惠仲是完全没有参与的机会的 那马丁路德他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把这个宋赞的这个权利 还给了会众 还给了参与聚会的这些人 那你想改教是10月31号之后 马丁路德怎么可能一页之间写出像我们今天圣诗本里面300多首的圣诗呢 不可能 所以马丁路德当时写了自己写了几首的圣诗 他有自己写歌词 然后自己配乐 那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 他必须使用当时候一些民歌 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就是 当时候人们虽然说教育已经普及 知识已经普及 可是巨大部分的这个教友呢 他们都还是没有这个教育的机会 他们是不识字的 所以当你要去 他们从来在教会没有去送赞 没有唱过歌 所以一夜之间 当你要让这个会众唱歌的时候呢 他必须使用这个音调呢 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些民歌 配上他写的歌词 马丁路德在没有办法情况之下 才会去借用这些民歌 然后自己也创作新的作品 很多教会今天就会说 你看马丁路德当时 也不是用流行音乐 来配上这个诗词 基督教的诗词 不是很好吗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用周杰伦 王力宏的音乐 我们就把它填词就好了 我们在教会也能够唱周杰伦 也能够唱王力宏 也能够唱邓丽君和这个什么 那不是一样的情况 我们今天有的圣诗 我们今天的环境 我们今天的教育程度 比马丁路德改教当时 好太多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马丁路德 他创造了这些圣� 他就是写了这些圣诗 给慧众唱的 基本上就是简单 可是简单并不代表不深 他那个歌词的意思非常深的 等下我就会和大家分享 马丁路德自己写的两首的 这个圣诗的歌词 可是从音乐上来看 这个音乐的结构呢 是让人或我们中文说 嚷嚷上口 就是很容易听一次 就能够跟着唱的 可是它不是一个低俗的写法 它是简单 可是它是精简 所以它在简单的这个圣诗里边呢 又有很深层的这个神学和音乐的意义在里边 这个是马丁路德 他的改教在音乐方面最大的贡献 可是他也没有放弃诗班 马丁路德继续写这些复杂的音乐 给教会的诗班去送唱 所以也有诗班献诗 也有会唱诗的时间 因为他觉得这整个的音乐艺术 既然神的 在神的创造里面 音乐能够去到这么高的境界 就不能停留在一些简单 可能只有农民可以唱的这个圣诗 教会依然还要保存这个高素质 高水准的这些比较复杂的合唱曲目 那这个两个在一起呢 才能够有一个完善的这个圣语施工 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 他的这个思想 那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讲圣诗圣诗 我们好不好 我们可能花一下时间 我们回来稍微的反思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过去很多年在教会里面 侍奉我都从来没有去反思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圣诗的定义是什么 怎么样的一首歌 才能够定义它成为圣诗呢 怎么是分别为圣呢 圣诗应该就是以神为中心 还有以神为主的诗词和音乐 怎么叫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主呢 就是神的作为 神的属性 神的救赎 神的创造 神的能力 神的工作等等 换句话说 一首能够称为圣诗的一首歌呢 它一定是在讲述神 这个是圣诗 我们今天大家 我想教会 如果你还有用圣诗本的话 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看这个powerpoint了 如果教会还有用圣诗本的话 就算那个圣诗的封面写圣诗 里面几百首的歌曲 不是每一首都能够合格称为圣诗 为什么呢 里面有很多歌曲 可能有一些是灵修的歌曲 灵修的歌曲呢 就比较专注于个人的经历 个人和这个得救的故事 或者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主日学的诗歌 那主日学的诗歌就是教育性的 它跟圣诗不一样 圣诗它是没有目的的 圣诗的存在就是因为神而存在 就像整个崇拜的礼仪 它的目标就只是神和神自己 而这些福音歌曲啊 灵修歌曲啊 甚至我们现在教会 清一色唱的这些短歌 短歌也好 长歌也好 就是我们所谓的赞美敬拜 很多这些歌曲都不能称为圣诗 因为它里面讲的就是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团契 都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当然它的神学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 怎么说 它不是违反基督教义的 可是它的焦点是放在人的身上 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诗歌时候 甚至看我们信徒 当我们看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对不起 特别是华人教会 我在华人教会长大 所以我可以讲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常常 我们只关心的就是 这个是对还是错的 如果是对的就一定可以 错的就一定不可以 我们今天受这么高等教育的人 这么有知识 有资讯的人 我们就停留在 就是对或者错 我们不去想适不适合 应不应该 为什么要选这首诗歌 要怎么样去唱这首诗歌 我们都不想这个 我们就讲 这首诗歌是对的 牧师讲可以的 就唱 这首诗歌 它的神学有点问题的 我们就不唱 我们就停留在指示这个表面 所以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更深的一层去看这个 所以 教会和事工 当然一个教会里面有崇拜 有各种不同的事工 包括主日学 包括拆传 包括教育 我们必须要看得很清楚 就是崇拜的时候 应该是分别为圣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眼光 应该单单的专注在主耶稣基督 救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还有祂的工作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马丁路德说 这个音乐的地位是仅次于神学 所以马丁路德说 这两者神学和音乐 它的这个成果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让撒旦远离我们 也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 更加的亲近神 所以你看 历代众先知 中经里面 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从旧乐到新乐 甚至到新乐里面讲 我们以后在永恒的时候 只有提到音乐的这个艺术的形式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圣经 这个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的 不是所有的东西 也就只有神 要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他通过圣经写给我们 当然我们以后上天堂 可能会画画 我们可能在天堂会煮菜 我不知道 可是圣经没有提 圣经唯一提到的就是 永恒的颂赞 也就是唱歌 我想了很久 就是我不是一个神学家 我不是一个神学博士 我是从音乐的角度去看 这个崇拜 看神学 我想了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圣经只提到音乐呢 后来多年以后 我慢慢的去想 我觉得这个其实太伟大了 伟大是什么地方呢 你看 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神是怎么创造世界的 前面五天 神说有就有 神说有光就有光 你看 神是用什么来创造世界 神自己的声音 前面五天都是这样 可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那个程序就不是 神说有亚当就有亚当 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神创造人的时候 是拿起这个土 然后这个动作很重要 神吹气 这个就变成了活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活着 我们讲话 我们总之 我们一发出声音的时候 的那一口气 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亲自吹进我们身体的那一口气 维持声音的那一口气 是神创造的时候 吹进我们身体的 所以我在想 从一个歌唱者 从一个音乐者的角度来看 世界上没有任何 另外一种艺术形式 能够更加直接的 去反映神的创造 你看了吗 神为什么创造人类 就是反映祂的荣耀 所以每当我们 发出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荣耀神 这个我觉得就是 在创世纪 跟这个歌唱的关系 我们看到新乐 保罗在哥林多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保罗讲过一句一段 这样的话 他说什么呢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 听好 有声无气 那就不是人了 然后保罗说什么呢 或消 或勤 我讲这个是乐器 若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 怎能知道 所吹 所谈的是什么呢 世上的声音 或者声波 却没有一样是 无意思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觉得 保罗就是一个出汉 对不对 懂什么音乐 可是你看他这两段 这两节的经文 给我们看到 他对这个声音的要求 音乐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他说什么 或消或勤 若发出的声音 没有分别 怎能知道 所吹所谈的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 我们正在没有讲歌词 我们正在讲 这个只是声音 一个 每一种 世界上每一种声音 都有意思的 所以身为一个教会 用音乐的艺术 用声音的艺术 来服侍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为什么 把技巧学好 为什么学习怎么用气 怎么把歌唱好 是那么的重要吗 就是因为 神给我们的这个声音 本来就是完美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用 这个声音呢 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找出 去学习 怎么样 我们的能力里面 最好的声音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献给神呢 这个是很多教会的 这个音乐事工 都不去探讨的事情 可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 他的这整个崇拜的程序 他很多这个天节 很多这些礼 他都拿走 可是他保存两个最重要的 就是圣洗礼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圣餐 圣餐 不管是天主教 后来改教后的新议会 这个环节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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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讲述了 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中心 那在这个新议会里边呢 就像是我以前长大的时候也是 在这个圣餐之前呢 我们通常都会唱这个三叠圣哉 就是圣哉 圣哉 圣哉 是用唱的方式 然后圣餐 就是这个酒和饼 我们都领受了之后呢 我们会唱一个叫神羔羊的这个歌 所以圣哉圣哉神羔羊 我以前很多年在新议会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唱圣哉圣哉和神羔羊 我就说 哦 是说主耶稣基督就是羔羊 所以我们要唱神羔羊了 后来才明白 原来这个环节 它重要意义在哪里 就是从圣经里边 旧约和新约都有 我们先讲旧约 以赛亚书六章 一到八节这里讲什么呢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沙拉服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想象一下大家有一个画面 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然后剩下两个要飞 不然就站在地上飞不起来了 所以要六个 遮脸遮身体 然后两个飞翔 彼此呼喊 圣哉圣哉圣哉 万君之一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我是谁呢 就是这个以赛亚 说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神那个时候 让以赛亚看到的这个景象 在八百年以后 神让另外一个人 看见了相似的景象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约翰 在启示录四章 一到十一节 这里讲什么呢 你们听看 大概有多少是相似的 这里约翰说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打开 我初次听见 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 只是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个宝座 又有一个座 坐在宝座上的 看那坐在宝座上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绕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 骑上坐个24个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 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的宝座 前点着了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个灵 宝座好像也有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的宝座周围 有四个活物 前后 遍体都满了眼睛 你不觉得有点恐怖吗 你想象一个生物 满身体都是眼睛 而且不是只是外面 里面也有眼睛 大家想象一下 第一个活物是狮子 第二个是牛肚 第三个面向人 第四个是飞鹰 四活物 有六个翅膀 又有六个翅膀了 就是刚才我们在旧约 以赛亚书有讲到天使有六个翅膀 对不对 遍体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 不住地喊 圣灾圣灾圣灾 主是细在 尽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 尊贵 感谢归给那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 都俯复在宝座前 敬拜 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 全并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你看 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现在指回去 圣经的第一本书 创世纪 神的创造 就是在赞美 这个主耶稣的救赎 新月开始 主耶稣的救赎 再讲了 旧月 主耶稣 这个神创造世界的 这个事情 然后 并且万物是 以你的旨意 被创造的 哇 各位弟兄姐妹 多么多么多么 多么伟大的 两段的经文 我想了很久 这两段经文 和音乐的关系 和我们敬拜的关系 永恒 所谓永恒 就是 刚才经文讲的 细在 金在 永在 换句话说 它没有一个开始 也没有一个结束 它就是永恒 在永恒里 是没有时间的 我们现在 很难去明白 这个道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是活在一个 受时间 空间 限制的 这个世界 可是 有什么样的 一种东西 是能够 让我们和永恒 在世上 我不是讲 以后我们到天堂 我是讲 现在我们在 世上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 一个东西 是能够把我们 和永恒 连起来的呢 就是我们的 圣赞 为什么 在路德改教的 这个圣礼 礼仪里边 这个音乐里边 在圣餐的前 前面唱的 这个圣赞圣赞 和圣赞后 和这个圣赞后唱的 这个羔羊颂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 每当 在地上 在地上的信徒 在唱圣赞 圣赞 圣赞的时候呢 天上的天使 也在唱 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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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我们 在地上 敬拜 同样时候 天上 也在 敬拜 如果我们 从这个角度 来看的话 我们怎么 可能 对教会的音乐 事工 对 颂赞的 这个事工 怎么可能 马马虎虎呢 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呢 因为我们 所做的这个东西 不是 只是在世界上 以后我们 上天堂 就会完美了 现在我们 在地上 做得不好 不要紧 主会保血 会遮盖 主会原谅我们 我们常常喜欢 用这种 这样的借口 让我们 不要做得更加好 可是神 已经让我们 看到最好的 是一个 怎么样的样子 而 让我们 有一个目标 一个非常著名的 神学家 他的名字叫 Robert Louis Wilken 就是 罗伯特 路易斯 威尔肯 他写了一本 有关敬拜的书 是 With Angels and Arch Angels 就是 同天使与天使掌 他在这本书里边 他写了一段文字 我自己看的是 非常感动的 我把它翻译了 成中文 我现在练给大家听 只有几行的文字 他这里说什么呢 基督教的圣礼 也就是说 基督教的崇拜会 是以服事上帝为首 教会祷告的对象是神 而不是社会 圣礼归圣礼 不是做宣传的一种工具 圣礼本身是终极性的 它不是一个管道 若我们把圣礼当成一种工具 来达到目的 比如说 推广一些教义 或者甚至是布道的时候 这个作者讲的 不是我讲的 是今天许多教会 遇见的试探 就是把圣礼当成一个工具 圣礼固然有教育和传福音的效应 但那是以文字和行动 去反映天使的敬拜模式 而促成的礼仪和礼节 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的一个独特性的效应 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因为为了要满足人 或者要布道要什么 我们去把这个崇拜设计成一个 让人很容易接受的一样东西 崇拜不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他要讲的是这个 然后他说 为什么在圣哉诵之前的导文 总是那么的辉煌明确 若天使是永远不停止的赞美神 那么他们所做的应该是万有倾向的终极目标 圣哉诵也永远不能被任何项目取代 圣哉圣哉圣哉是赞美神的诵歌 不是一个与其他人沟通的工具 这个是Robert Louis Wilken 他所写的 那我刚才讲 我从小在新一会长大 我以前觉得小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 我觉得教会很闷 我觉得老牧师选的圣诗很沉闷 为什么我们不要唱流行的这个歌 然后另外一个我最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教会会有节期 什么是教会的节期呢 在早期教会设立的时候 教会有 就是我们现在华人有农历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洋人有洋历 那教会其实本身也有这个一年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叫节期 就是教会年 这教会年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教会年的开始 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洋历的开始 就是一月一号嘛 新年嘛 那农历呢 多半就是一月尾或者二月初 就是农历新年 可是教会年的开始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 那这个叫做将临期 就是主耶稣即将降临 这个是教会年的开始 所以呢 有四周的这个将临期 然后呢 就圣诞节 所以很多时候 今天如果你的教会还有这个 将临期蜡烛的话 你会看到将近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 这个圣坛前面呢 会有四根蜡烛 然后中间有一根大的 然后一个星期点一根 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 就点亮中间的那个 其实就是讲的这四周将临期 在等待主耶稣的将临 然后呢 就有这个圣诞节 圣诞节过后呢 我们每次12月25号 我们以为就是完事了 可在教会节期 其实还有几周的这个圣诞期 圣诞期结束过后呢 就是显现期 显现期里面呢 又有耶稣受洗日 再来呢 我们就到了这个大灾期 大灾期就是欲苦期 也就是这个复活节 复活节前的五个主日 然后呢 到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 有这个中之主日 中之主日就是 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然后就有立圣餐日 有受苦日 有复活节 然后复活节过后 有七个主日的这个复活期 然后有升天日 耶稣降临日 三一主日 然后就是23个主日的长年期 然后整个教会年的最后一项 一个主日就是基督君王主日 各位弟兄姐妹 我刚才讲的这一堆东西呢 就是教会一年里边 每一个主日应当纪念的 就是早期教会记下来 应当纪念的这个主日 这整个教会年原来在纪念的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在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的工作的时候 他一生的事工 就是在整个教会年里边 每一个主日 我们都会去想主耶稣基督 所做过的工作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 特别是很多的华人教会 不论是亚洲或者是北美的教会 我们今天教会呢 只剩下简略就是两个节期 圣诞节和复活节 这两个节期也是外邦人也会庆祝的 holidays 那其他主日 我们以什么代表呢 父亲节主日 母亲节主日 儿童节主日 教师节主日 主日学主日 青少年主日 青年主日 男童君主日 女童君主日 敬拜团主日 细胞小组主日 家庭主日 建堂周年主日 牧师主日 农历新年主日 中秋节主日 等等等等 我们把整个教会崇拜 原来应该纪念 主耶稣生平的这些主日呢 我们换成纪念我们人的主日 我们改教中的这些宗派 常常讲这些天主教 你看天主教他们不是只是拜耶稣 他们把这些圣徒也当成神来拜 纪念那个什么圣人 什么圣人 什么圣人 这些讲这些话的教会 自己呢 就是在庆祝 用主日的这个名义 来庆祝父亲节 母亲节 儿童节 教师节 你这样算下去 一年只有52个主日 有那几个主日 还是留给主耶稣基督的呢 那当然我们就讲 选的诗歌 就不用说了 父亲节就唱父亲节的诗歌 母亲节唱母亲节的诗歌 然后主日学就讲这个教育 崇拜已经不是一个专注于神的工作 神的救赎的这个地方 变成了是服侍人的需要 除了早期教会 除了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年历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色下东西 就是三代经课 为什么叫三代经课呢 我解释一下 三代经文呢 就是一个有计划性阅读圣经的 在崇拜里面有计划性阅读圣经的一个方程式 它是配合着刚才我讲的这些教会年呢 去选出旧约的经文 选出诗篇 然后选出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经文 然后呢 这个基督教的三代经文呢 在三年里边呢 会把整本圣经 基本上整本圣经呢 都能够走过一次 在崇拜的时候 那变了 所以它这个不是一个发明 它就是早期教会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它已经存在了这个三代经文 它的设计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然后有系统性的 把它的救赎世界的历史呢 去呈现出来 那三代经文 它变了 它不会短期内呢 你不会有 在教会里面 不会有重复的经文 然后经文呢 也不会被错误的选用 比如说 你不会在受苦期的时候 去讲圣诞的信息 你不会在圣诞节的时候 去讲受苦的信息 然后经文也不会 让这个牧师或者传道者 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就是变成这些牧师和传道 他们也是非常有几率性的 就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呢 来去宣讲福音 然后这整个三代经文 配合上这个教会年的时候呢 它整个中心就是以神的道 神的话语为中心 那你在这个主日的主题 或者你在选诗歌的时候呢 也就是环绕着这个主耶稣的作为 来去选这个诗歌 当然今天很多教会 已经不再用三代经课了 也不再根据这个教会的节气 那有根据的教会呢 它也可能只是一个形式化 形式主义 一个形式上的根据 可是它整个崇拜 其实是很零散的 就是它读经是读这个 可是讲道是讲另外一个 然后那个诗歌选的 又是另外一个 所以它变了整个崇拜呢 是没有一个中心的 这一个其实是非常符合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思潮 就是没有一个中心点的 大家各自都是自我的中心 大家各自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中心 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 而不是以一个东西 一个主角为中心 这个是后现代主义 教会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 过后也产生了一个现象 所以变了教会 今天就好像变了一个满足 人类需求的一个俱乐部 唱的歌也好像是一个俱乐部里面 让大家唱得很温馨 大家唱得感觉很被爱 就只是停留在这个角度 而不是以神和神的 道为中心的一个圣殿 我这里和大家很快的分享 马丁路德自己写的两首圣诗 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上主使我兼顾宝藏 庄严雄俊勇坚强 这个是Einfestival 就是他改教的时候写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圣诗 上主使我兼顾宝藏 庄严雄俊勇坚强 上主使我安慰慈航 助我乘风冲和浪 你看 强浪押韵 保障慈航押韵 从德文翻译成中文 也讲究这个诗词的押韵 让我们唱的 能够唱的 都是开的这个母音 在结束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美的 然后 恶魔盘居世上 人某兴波作浪 猖狂狡猾弱异常 怒气欲吞万象 世间为他猛无霜 我若单凭自己的力量 自知断难相对抗 信有神人先登 率领着我往前方 这个圣词里边 有讲到我 就是第一人称 我 可是他的焦点 是他 他不是在讲 我的生命有多么的苦 我的经历有多么的困难 我有多么的悲惨 我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 我多么惨 然后最后可能不好意思 加一句 感谢主救赎了我 然后我们就把它叫成一首圣诗 然后在崇拜会上唱 所以整个焦点就是 我的经历 我的苦难 其实 发泄发泄发泄 然后最后才讲 用主耶稣的名义说 感谢主救赎了我 所以那整首歌的焦点 就不像马丁路德这首 他整个 歌的中心思想是指向神的 另外一首 就是这个江灵旗的时候唱的 说什么 万国救赎主 来呀 童女之子 此为家 天地和万民都惊讶 主选择千倍降下 上帝化语成为人 非由世人血气生 主上帝之灵成运 道成肉身 童女生 他是天父独生子 肉身之中 赢胜利 他凭全能来医治 我身体灵魂之际 六一首就是 指向神的 道成肉身的诗歌 各位弟兄姐妹 我的意思呢 不是说我们不能唱 现代的诗歌 因为现代的诗歌 也有很多种 可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当我们去选择 主日崇拜的诗歌的时候 我练的这些文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文周周 有一些文言文 我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都可以练的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啊 台湾香港 这个你们是在中华的这个土地上面的 你没有理由说你不明白这些中文 当然也有一些写的没有那么文周周 比较用现代比较白话的这个歌词来写的 也有 重点是 不是白话或者文言文 甚至可能不是押不押韵的问题 而是这个歌词的内容 是否指向神 然后当我们加上音乐的时候 那个音乐 那个声音表达出来的意思 是不是跟这个歌词吻合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如果冒犯了你 我要跟你道歉 我要讲的就是那三个字 对不起 对不对 所以如果 可是我有很多方法能够去讲这三个字 比如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对不起 第二种 第三种 对不起 三个都是在讲对不起 三个不同的意思 各位弟兄姐妹 我刚才只是用讲话的语音 把这个对不起改变 我爱你也是一样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了 我爱你了 也是三个字 我只是用讲话的语调 你就能够体会到 那个意思的不一样 何况是一首歌呢 各位弟兄姐妹 何况是一个作品 你想 如果今天我们唱圣诞歌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这个曲调去唱平安夜的时候呢 平安夜 升山夜 这个叫不伦不类 今天教会 就是很多教会只是说 只要歌词好就可以了 只要神学对就可以了 那什么音乐不重要 那个只是一个调 各位弟兄姐妹 不是的 特别当你想到 如果我们的声音是 我们唱歌的声音是 神吹进我们人体气的那一口气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去对待音乐了 所以 刚才我们讲到路德派 在贾尔文教派它是更加保守 贾尔文教派就只能唱诗篇 然后不能使用任何的乐器 那路德的教会还有管风琴啊 还能够使用乐器 贾尔文教派是完全不能使用人造的乐器 就只能用人声来唱 所以 这是这两个教派 改教的教派不一样 那圣诗怎么演变呢 改教运动它遍布整个欧洲过后呢 在马丁路德过后 当然就越来越多神学家 越来越多音乐家开始在写这个圣诗 我这边特别提一下 以前的圣诗是有修过神学 有研究神学的人写的 今天教会 包括以前我的教会 诗歌是丢给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岁的 年轻人去写的 我自己也写过 十五岁十六岁写的诗歌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去开来听 去看再看自己以前写的什么 竟然还敢要整个教会一起唱 哎呦 现在想起真的是多么的亏欠 多么的错 现在以前的圣诗是神学家写的 现在的诗歌呢 是可能自己的属灵生命都还不成熟的 年轻人写的 Anyway 我们回去讲马丁路德改教过后 改教过后 就越来越多生时了 在欧洲 后来呢 就到了一些欧洲人 就到了美国嘛 就有这个新大陆嘛 这个新世界 在美国 我们要从这个很快的 这个教会历史去看 就是美国有这个复兴嘛 有这个主日学的兴起 主日学运动的兴起 然后有这个大型布道会的兴起 所以当时候这个诗歌的内容呢 就开始简化 比较亲民 比较专注于这个个人属灵生活的歌曲 那如果你是在布道会唱这样布道会的诗歌 你在主日学唱这个教育性的诗歌 那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教会的事工和崇拜 把它混淆了过 就是你教会已经那么多事工了 你唯有 我们今天也不是一个星期去三四次崇拜 像以前的 我们就是一个星期 但一个小时 我们分别为生来敬拜神 连那一个小时 如果我们都还要掺杂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事工 就是把它混成 变成不是专注于神的 那个就是我要提出的 就是一个现象 所以后来美国 因为美国是这个 后现代主义 然后就兴起了很多的短诗 这个赞美敬拜的这个热潮 就是诗歌很多 就是以人为主的嘛 你看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对吗 here I am 就是都是I I I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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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不是he 不是God 所以 今天很多教会还有唱圣诗的 他为了要妥协 要跟上这个时代 他前面还会有这个四五首的赞美敬拜的环节 然后再回去礼仪 可是很奇怪的 因为整个崇拜从头到末了 本来就是赞美敬拜 可是在这个礼仪里边 又有一个自己独立中心的赞美敬拜 然后这个环节 很多时候都跟整个崇拜扯不上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现在普遍清一色华人教会的现象 就是人们变成了 是一个教会的这个礼仪更加变成了 就是严重的简化 已经没有什么礼仪了 然后呢 人们就是享受于敬拜中 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 我们享受于主的当中 他神学上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们是可以享受在神的怀抱里 享受在神的恩典中 可是问题是 那个是不是优先的目的 不是为了我 你看 在圣经旧约 在永恒的敬拜 我们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的 诗篇 好像是第八篇讲的吧 我们人比天使微小一点 连天使的六个翅膀 他都要遮眼遮身体 在这个宝座前的时候 他都连摩西在见神的时候 都要在远处敬拜 我们是何等人啊 我们把整个敬拜 专注于在我们需要的身上 我们 诗歌就是专注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啊 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 就是要在这个崇拜 在这个诗歌 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去 神和神自己当中 就不是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会 接着主耶稣 接着敬拜的这个名 来达成我们自己的一些目的 那跟这个宗教改革之前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其实需要另外一个改革 对吗 弟兄姐妹 出埃及记 不是吗 人类第一次向神唱的 发出的颂赞 圣经有记载的 就是出埃及记的十五章 那时真的神拯救了以色列民 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 过了红海 第一首你们去看这个 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就是整章都是人向神 自发信发出的这个赞美 可是不久以后 在二十四章 摩西上山去朝见神的时候 人民什么样呢 就开始不耐烦了 不等待了 他们叫亚伦什么 我们把这个金器 我们最宝贵的钱 金我们给你 你拿去融化 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 那我们常常只是停在这里 我们就讲他拜偶像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圣经里面有记载到 这些人说吗 我们要敬拜那一位 带我们从埃及出来的神 他名义上还是敬拜那一位 拯救他的神 你知道吗 可是他是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建一个金牛犊 那个是神很不喜悦的 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 神就颁布了敬拜的这个程序 敬拜的方法 就是说你们要洒血 要立多少个柱子 就是代表这个以色列的支派 然后你们应该要脱鞋 应该什么 所以神就很清楚的 就把这个原则告诉了 以后你们要怎么敬拜我 到后来就有这个圣殿 这个进起了这个圣殿 所以各位弟兄弟们 我们时间不是很多了 我们基督教 我这里稍微做很快的总结 我们基督教的圣殿 除了在教会里边 我们在世界上也应该是世上的眼和光 我们今天把声乐唱得演得好的音乐家 我很老实告诉你 世界上各个的大城市 包括多伦多 包括San Francisco 包括Los Angeles 包括New York City 包括英国 德国 各个大的音乐厅 你知道吗 当有合唱作品呈现的时候 90% 95%的时候都是在演圣乐 因为整个西洋 古典音乐的历史 作曲家在写合唱曲的时候 多数都是写跟圣经有关的内容 可是我要讲的是 今天站在音乐厅里面 向世界去唱出这些圣乐的音乐家 很多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唱得比基督徒好 十倍百倍千倍 所以我很老实告诉你 如果今天有一个神曲 我要去欣赏这个作品 我是一定不会去教会听的 不会去音乐听 因为这些 虽然他自己是不信主耶稣基督的 可是他能够把这个信息 传讲的比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传讲的更加清晰 传讲的更加清楚 传讲的更加直接 传讲的更加好 因为这些音乐家 花上了多么十多么多个十年 来去训练自己的声音 他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 他还没有认清创造声音 和赋予音乐的这个创造者是谁 和拯救他的耶稣基督是谁 反而这些知道创造者是谁 认清耶稣基督是谁的基督徒 音乐弄得一塌糊涂 我们多么亏欠神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比改教时期的教会 在知识和教育上都好太多了 但是我们是否还是像当初 在旷野的以色列民一样 像改教前的教会一样 利用敬拜的名义 来完成自己的愿望 满足自己的需求呢 马丁路德 我这里要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不能把马丁路德当成一个英雄 或者一个神来敬拜 马丁路德也是一个罪人 可是他像神兴起许许多多的仆人一样 就是他在神让他活在生在那个世代 然后他唯一做到很好的地方就是 他回应了神的恩典和神的呼召 在他应该神给他颁布给他做的事情 他顺服的把他应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只不过是如此而已 我们都是活在神恩典下的罪人 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称义的 罗马书讲的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 我们不能把马丁路德当成是一个 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他是这样我们就这样 我今天要讲的不是 所以完全不是这个 我们是要回到圣经 我们要回到神的身上 就像马丁路德当初一样 所以我们比马丁路德当时的条件也好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个人来说 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神的恩典呢 好 我就讲到这里 所以谢谢大家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我分享的立场 是我个人的立场 不代表创新神学院或者是VC讲坛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我要讲的内容是什么的 只知道我的标题 所以我先要澄清 我是从一个音乐家的一个信徒的身份呢 来去和大家分享我对这个马丁路德改教和声乐的看法 所以谢谢孙老师和世勇老师的这个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大家分享 所以我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陈子谦博士 感谢主啊 非常精彩的讲座 我发现陈博士不光是一个合唱指挥家 还是具有神学家的潜质 而且崇拜学讲的也非常好 我觉得他这个整个讲座的信息囊括了非常多 无论崇拜神学的含义 而且还有音乐的教会音乐史的常识 包括改教家的这个历史都囊括了 特别感谢你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聊天里 下面呢 我们请这个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把问题打在聊天里 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孙毅博士 那我们这个请陈博士也休息一下 然后大家不要走开 接下来还有精彩的回应问题的时间 孙毅博士来介绍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好 有请孙博士 好 非常感谢这个陈博士的分享 其实他所分享的我都非常的认同 我也特别欣赏这个陈博士讲课的这种风格 深情并茂 真的像又像音乐家又像一个神学的老师 那因为我想给陈博士稍微几分钟的休息 另外也让大家能够有时间来准备问题 所以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神学院 其实陈博士呢他也要在我们的这个神学院呢 给我们上课 所以呢我想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神学院呢 将将来有机会 如果大家可以来修课的话呢 就能够听陈博士的课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可能大家都听过我们这个学院的名字 但是呢可能没有来过或者是没有见过 那我们之前呢一直是在世界各地有班去上课 但现在呢我们在洛杉矶呢就有一个校园 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个校园的景况 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 我们现在上架的图书呢 已经超过了三万册 就是有中西的 我们也有教室 那么也有这个一个会议厅 很大的一个会议厅呢 之前呢也有很多学生在这里读书和毕业 那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洛杉矶的课程呢 最主要的是基督教研究硕士 就是我们说的MACS 那这个课程呢 我们现在就LA校区 就是洛杉矶校区呢 我们有面授的课程 同时也有面向整个世界的一个网络的课程 那这个面授的课程呢 我们MACS现在是52个学分19门课 那这个学期呢 我们这个秋季学期呢 就开了有三门课 宣教学概论 斯福音书研究 摩西五经研究 那如果你要想来这个洛杉矶来读书呢 我们有i20 就是可以给你i20的表格 你可以申请就是说国际学生 可以直接的来到洛杉矶呢 来读书 那我们同时呢 也有网络的课程 网络课程呢 也同样是52学分 那我们在 这个网络课程全部都是录制好的 全部都录制好 那我们有这个李锦伦老师 所录制的系统神学的课 我录制的教会历史的课 还有我们的院长呢 就是陈俊伟 院长他录制的旧约神学的课 张小丹博士录制的这个旧约的课程 那我们其实也有更 就是也有很好的华人的老师了 包括像赖建国老师 他也是我们创新神学院 他也录了一些旧约方面的课程 我想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录制好的这些课程呢 全部都是中文录制的 而且呢我也相信大家看到的这些 差不多都是华人学者里比较 或者说一流的华人学者 录制的这些课程 那如果大家 你要是来不了洛杉矶来读书呢 你在其他地方读我们的网络课程 那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那除了这个MSS的课程呢 我们在LA校区也有延伸制的课程 这个延伸制课程呢 它就是一周两节课 一周两个小时的课 上十周二十个小时 那我们在最近 就是说今天呢 开始的是这个熊老师的电影与人生 那我们到一月份呢 会有罗维老师 他大家都知道 他写了《启示录注释》 大概是华人学者里 我自己认为 这个《启示录注释》 写的最好的一本了 那么他呢 会在一月份呢 开这个就是《启示录》方面的 这个延伸制的课 二十个小时 那我们今天给我们做讲座的 陈博士呢 他会在十一月 给我们讲教会合唱与指挥 那这个欢迎大家报名了 就是每个 就是说每个 如果是亚洲时间的话 这个时间是不是调了呢 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落实一下 那大概呢 我们是十周 就是每一周呢 两个小时 我们会请这个陈博士呢 来给我们讲这个教会合唱与指挥 这个课 那我们也请到了 这个何嘉明老师 他也是专门讲这个崇拜学的老师 他之前呢 在剑道神学院 是这个盛月的这个前系主任 那他也写过这方面的著作 那如果大家对崇拜学感兴趣呢 也可以选他的这个课程 也是每周两个小时 连续的十周 都是从十一月份开始的 那我们现在呢 也有 就是我们在LA校区呢 也开始了一个教母学博士的课程 这个呢 是刚得到这个认证的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更细的一个材料 我只是告诉大家说 如果呢 你要想来这个洛杉矶校区来读教母学博士 那我们现在呢 也是可以招这个方面的这个学生 好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我下面呢 就把时间再交给这个主持人 下面的这个问答环节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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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毅博士的介绍 这样 刚才听到 陈子坚博士 我也很有感触 那我先 因为 我也是从事盛乐 演唱的 近二十多年 然后 也是盛乐 教学 盛乐辅导 很多师班 我也深有体会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全面 我在这里呢 我也给你 抛砖引玉吧 提一个问题 陈子坚 刚才你谈到的 这个坚固保障哥 马丁路德 是自己亲自写的 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 我们都 教会的 也在传唱了一首圣诗 那我也演过 弥赛亚 演过 2015年的时候 我也做过全剧 亨戴弥赛亚 我对 弥赛亚当中 圣诗诗当中 印象特别深的 不是大哈 这个 其实 最让我震撼的是 最后 倒是第三首吧 圣灾大高阳被杀歌 全场我记得 二百多人 诗班 我当时我们组织了 有近二百人的诗班 一起唱 圣灾大高阳被杀 我被震撼 特别震撼 有机会跟弟兄姊妹 分享那个视频 是这个 我曾经过音乐 看了几十年音乐会 但是那一首 让我记忆有心 全场 但是我的问题是 像圣灾大高阳被杀歌 像这样的合唱曲目 当时我们练了 诗班 练了 业余诗班 就练了一首 练了一个半月 两个月 非常难的 这个就是 像巴赫 像 像那个圣灾大高阳被杀 像米塞亚这样的曲目 但是坚固保障歌 和圣灾 像巴赫和亨特的 这样的曲目 你去怎么区分 这两个者的供应 给我来说 我都很震撼 一个是会众的参与 这个敬拜 以及你刚才提到了 会众参与到 恢复到改教时期的 一首盛事 另一个种忙呢 就是 是你在欣赏的 我看到观众也很震撼 也很参与 也有参与感 你怎么去区分这两者的 作为一个音乐家 合唱指挥家 这个怎么去区分这两 跟会众之间 解释区分这两者 音乐不同形式的 敬拜赞拜的一种 功用呢 我的问题 谢谢 其实我刚才讲座 有稍微 很快的提到 就是 马丁路德那个时候 已经有两种 这样的形式 一种是 专门写给 慧众唱的圣诗 另一种就是 由专业诗班员 来呈现的诗歌 那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 特别是 我们今天华人教会 没有的就是 你看旧约立位人 这些唱歌 那24个诗班 在圣殿里面 昼夜不停的唱歌 那个时候的形式 是怎么样的形式呢 就是 当圣殿还没有建好的时候 教会已经 出钱 聘请专业的乐手 和歌唱家 训练他们 并且给他们地方住 给他们东西吃 让他们能够专心的 来学习音乐 来侍奉 这个形式 其实今天 在一些地方 还是有的 以学校的形式 比如说巴哈 当时 这个教会来比系 有这个圣多玛 这个合唱团 就是这些男生 去学校 他们整天 每一天都在练唱 所以他们才能够 唱这样的诗歌 今天 你不可能叫一个 一个星期只花 一个小时半来练习 又没有受过 专业音乐训练的诗班 来唱这样的东西 然后每个星期都唱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问题 我看到这个 chat里面有很多人 在问要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这个是 整个教会的系统 我觉得是要重新 在圣月里面 去重新去反思 去看可以怎么样 去改进的一个系统 我们常常 你看教会 我从小到大 看教会 现在也是 我们给钱 请牧师讲道 我们给钱 请别人 来建我们的圣殿 我们请 给钱别人 煮东西给我们吃 可是来到 弹琴和指挥的时候 就是侍奉 平信心就好 心智就好 不给钱的 那 这些 所谓的音乐家 他要生活 而且我们刚才讲了 音乐的艺术 就是时间的艺术 是要花上 很多时间的 教会如果不肯 在这个地方 花钱 去教育也好 你看 教会花钱 拆人出去读神学 回来做传道人 或者拆人出去读神学 然后去做 教会有没有拆过人 然后回来教会服侍呢 很少 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我们从 就业就已经看到 这个东西 是要专注的 去学习的 音乐就像神学 就像其他的科目 就像建筑 什么各样的 各样的艺术 都是要时间 来去学习 要成长的 我们讲这个是 十年 二十年的训练 那教会如果 没有这样的看见 那你教会音乐的水平 就只是永远 停留在那个地步 是不可能改进的 因为 指挥不是魔术师 你就算请一个 有受过一个 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指挥 来带领你的师班 他也不一定在短时间里面 能够把你的师班 变成怎么样 虽然那个已经差很远了 他已经可以做很多的改善 所以这个是 我没有办法一个 马上一个答案可以告诉你的 可是 弥赛亚他不是圣师 弥赛亚是一个神剧 所以神剧是一个呈现的形式 那观众当然在当中 他可以是有共鸣什么 可是观众是没有一起去唱的 所以他没有一个直接音乐上 声音上的参与 可是他还是能够在那里 因为他看到歌词 他听到音乐 他会受感动 我觉得他参与感就仅此而已 那教会的圣师 就是大家一起唱 那分别就是不同在这里 我这里 已经讲到神曲 我看到 有一位叫舒姐妹的 刚才提 他说 连你都只去音乐厅听神曲 而不致力于神家的事工 主该多失望 我这里要回应一下 第一 我去音乐厅听神曲 和我致不致力于神家的事工 是两回事 这位舒姐妹 不要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后把那个问题弄得好像 你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刚才我讲座讲的就是这个 我去听神曲 是我要听好的音乐 我致力于神家的工作 你怎知道 我没有致力于神家的工作呢 你都不认识我 你也不知道我的事工 我做过什么事情 你怎么知道 我不致力于神家的事工呢 哇 你还很厉害 还代表主说他多么失望 哎呀 我没话可说了 所以 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对 你回应了 谢谢 非常感谢 这个 刚才您提到这点 我觉得 我在这也讲一下 就是说 陈博士 他有机会 陈博士 你一会儿把 你那个YouTube上面 有一个巴赫传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博士自费 专门到德国 拍了一套巴赫传 在YouTube的点击率非常高 这个我也是 看了非常的受益 他到了 这个 有机会 您方便 现在不方便 好的 我现在 各位弟兄姐 我现在马上把这个 视频 打在chat里面 你们先把它 拷贝起来 然后 paste去你们电脑的word 还是备忘录 因为等下这个 关了过就没有这个链接了 这里呢 我知道有很多 有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不能上U管 不过呢 B站 有人 不懂是谁 也把这个 纪录片放上了B站 所以我U管 和B站的这个链接 我都放在这里 里面有好一段 其实是有提到 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 和他的圣诗 然后他怎么影响巴赫 在圣月上的施工 然后我也到了 马丁路德逃亡 刚才我讲 他去翻译圣经的 那个wordbook上面 也在那边拍了 所以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现在就打在chat 好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免费的 免费不过不便宜 我们很多社会 要免费的东西 可是我们觉得 英文讲什么 It's free but not cheap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有中英版本 这个是中文的版本 对对对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 感谢主 而且马上呢 大家也为 陈博士 就是他的施工 祷告 他马上他也要翻译 用德文的八个传 这个好 我们陈博士 您也可以看到 您选择几个问题 回应吧 我觉得这个 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 您可以回应一下 我看看 我没有办法 每一个都回应了 我先看 至于这些 很多人问 有什么书籍啊 有什么可以介绍一下 我想我过后 我可以做的就是 因为我现在 我没有专注 所以我过后 可能我去整理 一个 一个list 出来 然后过后 我寄给创新成员 可能他们能够通过他们 再跟大家分享这些书 不过我现在想到的 有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陈汤博士 香港的 还有几位 我再想一下 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环境 我们该怎么办 是继续跟着教会 这样的敬拜吗 如果不是 我们怎么去改变呢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啊 所以 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呢 就是我不断的分享 我的看见 我不断的分享 然后我在我能力范围里面 我可以做到的 我去做 就是教育也好 研讨会也好 就是到不同的教会 去帮助他们的师班 还是什么也好 可是我要强调 再次强调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不是短时间里面 可以做到的 可是 不能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不去做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工 颂赞的事工 是最最最重要的 因为是直接 对着上帝的一个事工 所以 我简单的只能讲的就是 基督徒需要 更加多有专备的音乐 然后刚才有人问到 就是介绍一个好的神学院 去念圣乐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是因为非常资深的 圣乐牧师 李宗明牧师讲的 他在新加坡神学院 教了25年 现在他自己有一个 国际基督教和尚指挥团 我非常认同他讲的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 想要在圣乐上 真的是做得很好的 我建议就是 你先去读音乐 就是不是去神学院 去音专读音乐 然后再去神学院 念神学 我觉得这个 才能够做得最好 因为我很抱歉 也请你原谅 我很直接的去讲一句 今天很多神学院 我讲这很大的神学院 他们的课程 是按照现在教会的需要 来去设计的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 所以我就算一个神学院 把这个音乐家 就算很有水准 把它训练得出来了 当他去到教会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 无用武之地 因为教会唱的音乐 都是那些 不是他受装备的时候的音乐 所以呢 然后教会又要送人 进去神学院去装备 所以变了他 神学院看到这个 他就要顺着世界而改变 变了他训练的东西的水准 或者是他的形式各方面 就是符合正在大众化教会需要 变了你要接受真的很有优质的音乐 我不好意思告诉你 你只能去非基督教的神学院 来去接受一个非常完善的音乐技术 和音乐知识的训练之后 你自己再去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装备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我只能够这么说 当然我非常期望有一个神学院 能够有一个很完善的声乐的一个课程 可是我到现在 因为以前我自己也在找学校 我有想过要去做声乐传道 我有想过要读声乐 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明白声乐是什么 我只是形式上想去做这个东西 后来我明白了 原来神也不是呼召我在教会里面做传道 可是我并没有停止服侍教会 大家不知道今天我不会免费的 花了我两个小时的生命 还有我三个小时去准备这个讲稿 来跟你讲这个信息 对吗 我现在就是在服侍教会 因为你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觉得整个是很难 可是大家要先有这样的看见 然后再去想我们要怎么做 比如说你下次奉献的时候 我要奉献一个出去拆船 一个讲道 我有没有能够奉献一个出去念音乐的 然后去念神学 这个是要从教育先开始 不然就是盲子带着盲人带着盲人 我在看 对我觉得您刚才这点我也特别有体会 深有体会 因为国内有时候我不说哪一个学校 我以前我也见过一些基督教的神 就是不是培训机构 也说是基督教的音乐学院 实际上我看的教学水准呢 包括师资 哇 和音乐学院的差得太远了 所以说我们也当时我去了之后 我看到了之后心里很失望 失望 所以说我也特别认同您说的这个 特别是在本科阶段的教育的时候 你要受很专业的音乐训练 训练之后 然后选择 在更深一个层的学习吧 另外 您这里有一个问题 教会的主日崇拜 如果选择圣诗的话 是不是要专门的诗班来唱 针对国内大部分的规模不大 20到100人是不是个选择更 具有现代流行的 更激励人带动气氛的 是个更好一些 好 我现在先讲一样东西 我针对这问题 我也在看这11点32分 Asher Asher写的 第一 崇拜是不是用来搞气氛的呢 我们现在问这问题 我要问的就是这个最基本 回到去原点 今天你崇拜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果是要 已经有一个idea 你要去营造一个崇拜的气氛 然后你这样去设计你的崇拜 那你就错了 你应该环绕着神的道 来去设计你的崇拜 今天我们口口声声说 我们爱主耶稣基督 我们是福音派的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是唯独圣经的教堂 我们是唯独圣经的教会 我们非常骄傲 我们是基督徒什么什么 我们要去传福音 可是来到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去包装神的道 我们需要用这些世俗 人家喜欢的音乐 或者服装灯光什么的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用这些东西 来去包装神的这个真理 然后才美美的去送给 送给这些来的人 我很懊恼 神的道本身就是很丰富的 除非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神的道 神的道本身就是全部 就是所有 所以当你在音乐 不管是在任何的艺术上 你去设计 你去跟神的道配合的时候 是以神的道为主的 包括你的音乐的风格 你的音乐的节奏 我这边只是举一个例子 你们有兴趣 要我讲更加多这个音乐和神学东西 请你来上我接下来的这十堂课 我现在只是讲一个例子 我们人 我刚才讲到对不起和我爱你的那个例子 我们人的呼吸 我们人的心跳 我们人的整个节奏 它是一个自然的起伏 有时很快紧张的时候 或者愤怒的时候 或者开心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比较缓慢 有些时候是比较的宁静 所以一首歌曲里面 我们看那个歌词 它的那个歌词的丰富 它不是从头到尾 每一行歌词都在讲着同一样东西 它有时讲着猖狂 有时讲着这个魔鬼 有时讲着这个打雷 有时它讲着这个田园 有时讲着神的创造 我们怎么可以用一个风格 或者一个节奏来去演 去唱整首圣诗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 寿难节的一首歌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如果这个 这个是很自然 就是人讲话的一个旋律 的一个速度 如果你把它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有谁是这样讲话的 你用神给你的那个气 你这样去用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风格 音乐艺术 你怎么去应用使用 这个我没有办法 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讲的 然后你要用怎么样的乐器 有些人说 乐器本身是没有罪的 乐器是 它是什么 它是中性的 就是看那个歌词 每次都是讲看歌词 不是 某一些乐器 它创造出来 它本来就是有一些 达到某些目的而创造的 我这里再做一个 简单的比例 世界上只有一个乐器 是神创造的 就是人 所以我们 弹钢琴也好 拉琴也好 吹奏乐器也好 这些各个方面呢 就算没有歌词的音乐 它都是按照人唱歌的 那个形式来去演奏 我们称之为自然 至少在西方音乐里边 有一个很美的旋律 它就像一个人讲话这样 有低 有高 然后有快 有慢 今天如果我跟你讲 讲座从头到尾 都是用这个声量和这个节奏 你会听这么久吗 两百多位的弟兄姐妹 你明白吗 所以 当我们去拉一个 为什么我本身会选择 小提琴 会选择二弧 多过我选择电吉他 或者一个爵士鼓 因为 小提琴 或者是一个双簧管 它吹出来的那个 就像我们讲话这样子 它可以快可以慢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觉得 现代音乐很有节奏感 我告诉你 其实现代很多 我不能讲全部现代音乐 流行音乐 某些的流行音乐 当我们觉得很有节奏感的时候 其实正是相反 他把节奏给锁住了 因为一个人自然的节奏 就是有快有慢 可是如果一个流行音乐的 比如我以前我告诉你 我在跟你说我的秘密 我在敬拜团里面打鼓打了六年 所以我非常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鼓的节奏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 他已经把这个节奏 所以你唱圣诗 如果配上了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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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能打足 圣哉 完全没有起呼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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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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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能的大主宰 这个叫层次 我们现在把音乐 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 或者弄得它很简单 那你说 我们要清明嘛 教会都不是受音乐圣哉 我们常常就是喜欢用这个借口 我们就 我们的水准 很高水准 你那些 那我告诉你 我们的神是创造世界万有的神 然后是 吸在 精在 永在的神 对不起 我认识的神是非常高级 非常全能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 他从来没有妥协过他的水准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原则 不是去看这些 不是拿这个事情来讲 神虽然有来到人间 可是他没有降低过他的水准 他有什么时候 你在圣经看过 哎呀 这个罪啊 哎呀 也可以啦 你一般一般这样就可以了 耶稣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水准 你明白吗 所以你今天用 你要用一个艺术形式来去反映这个创造主 这个救赎主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顺着人的这个水准 那这个你就已经不明白福音的这个真理了 因为福音从来不是顺着人而去改变 虽然今天很多教会都已经是这样 包括他们教会的神学 讲台上的信息 可是应该是我们神把我们招到他那里去 而不是我们把神拉到我们这里来 然后还说 还说我们跟神在一起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不用改进 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对不起 有时候我讲到这个我很激动 我激动就是因为我很关心 说得非常好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看到了很多 包括现在我们在不论是在北美 还是在香港还是台湾 现在实际上现在很多 他这个敬拜呢 已经传统的圣诗 好像看到了一个潮流 被逐渐的好像流行的敬拜赞美团 几个流行赞美团 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 他好像这样比较快 可是我说我们付出代价 付上代价的唱的圣诗 绝对不是说你学五分钟就能学会的圣诗 能替代 我要讲的就是 而且很重要就是 我们今天不是为了保守 为了要守住那个传统而传统 更加正确的讲的是 我们要的是一个正统的一个思想 所以我不介意唱 现代曲家写的诗歌 因为现代也有神学家 也有很好的音乐家 我们不能讲 我们只是唱那些古老旧的 这个观念是错的 所以我在回答大家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要想传统 我们是要想正统 不要把传统当成正统 因为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边 也有很多时候是做错事情的 比如说改教之前 教会就做得太错了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盲目的去跟随这个传统 那你也不要以为今天你的教会不是唱流行的 你们是很乖乖拿着圣诗本的站在那里唱 我们也没有打鼓 我们就是钢琴或者风琴 你不要以为这个也是只是停留在形式 圣经讲的就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为什么刚才我们讲以赛亚书的这个活物 外面和里面都变满了眼睛 这个眼睛意味着就是 看神 看世界 看得很清楚 也监察我们自己的内心 也看得很清楚 这位敬拜者里外 是不是合一的 这个是神要的敬拜 所以 不是只是我们里面感觉好就好 或者是 只要外面大家做得好就好 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东西 它也不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工具 我要再强调一遍 敬拜不是一个工具 诗歌不是一个工具 它是因为神而存在 反映神的荣耀的一样东西 所以我说 如果你不能把一首诗歌唱好 我宁愿你先把它念 那你从念了过后 你就唱好 我正在训练诗琴 教会弹琴的 我的前面几堂课 我都不让他们动钢琴的 你今天如果是教会的诗琴 你先要学会唱歌 然后你要懂得一个旋律 哪里起 哪里落 那个字的信息 你要怎么要去表达 哪一个音要比较长 哪一个音要比较短 像我们讲话这样子 当你真的掌握到那个表达 你才去弹 那你带领会众的时候呢 就不是只是把音弹出来 那就像保罗说的 明的罗想的吧 完全没有意思的这个声音 肖和敌 都是 有意思 你怎么去吹 你怎么去弹 都有意思的 好了 就这里了 今天 非常非常感谢 今天非常感谢陈博士 这么精彩的 希望弟兄姊妹 一个是关注 我们的这个 WhatsApp群 另外是国内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下一步的讲座呢 可以关注我们 奇异恩典艺术教育公众号 重复一遍 奇异恩典艺术教育公众号 我们发布相关的课程通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还能够留在课堂上 一起跟我们一起听课 好 弟兄姊妹可以扫着二维码 扫着二维码WhatsApp群 海外的弟兄姊妹 然后国内的弟兄姊妹呢 你们可以关注 奇异恩典艺术教育 也希望弟兄姊妹 一定有机会呢 能够一起听陈博士的课 欢迎大家报名 也希望有机会 弟兄姊妹愿意读神学的 也报名创新神学院 好 好 我们停 停一会儿 大家可以扫码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最后呢 我们请 孙毅博士为我们结束祷告 好吗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祷告之前我也先表达两句 非常感谢陈博士的精彩的分享 这个我就突然发现 如果不用PPT 这样讲呢 其实更能抓住人 这个真的我是全神贯注的 在听了这个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真的是讲得很好 我也希望以后如果大家真的想听他的课呢 可以来报我们创新的这个课程 本来我也有一些问题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看到 这个一个讲座这么多的问题 大家的积极的参与 真的是我想也是 陈博士讲到了我们都关切的一个点上 真的是 我刚才已经把这些问题 全部都拷贝下来了 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专门有一个什么机会呢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 孙毅博士 要不您有问题 您就问一个 我们陈博士留一下好吗 留两分钟 不用了 其实我刚才非常感动的一点 就是真的因着这些改教家 路德这一代的改教家 让会众能够参与一同的来唱圣诗 这个在中世纪一千多年 真的就是妄弥撒 就是作为一个观众 我们这一代人 真的是享受到了改教家的 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我们今天我去教会 我到这边来 我选了一些教会 一般的我看见 如果主要是在敬拜带领团 在上面表演的话 我差不多敬拜完我就走了 我现在去的一个教会呢 就是大家一同站起来 这个几百人一起放声的这个唱歌 唱圣诗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我想今天我就知道 这个是从马丁路德这一代人开始 所以我想我们也珍惜 这个从改教以来 留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这个遗产 我就不问了 这个是今天时间也比较长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 天父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你 借着陈博士的讲座 他的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中 特别在宗教改革时期 借着你所拣选的路德以及众仆人 你借着他们所显出的你的美好的作为 你借着他们让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更新 借着他们你也让众弟兄姊妹 真的是你身体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一同的参与到 对你的这样的敬拜之中 主真的是求你 让我们借着对历史的这样的了解 我们这一代人也能够更深的回归到 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之中 真的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所看到的这些问题 主真的是求你也开众牧者众弟兄姊妹的眼睛 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哪些 真的是需要更新改变的 有哪些是需要归正的 主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 真的回到真正的对你的这样的敬拜之中 真的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能够 都能够是把你自己能够彰显出来 把你自己的道能够显明出来 主真的求你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位所参与的教会 真的让我们这一代人 真的在这个世代也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也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更好的服事教会 主我们特别的感谢陈博士带给我们的这样的分享 求你继续的来祝福他的服事 真的求你来使用他 无论是在他的家乡还是在其他的地方 主真的是求你使用他 祝福他所做的每一样的事工 主我们也特别的求你来祝福今天参与 到讲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真的也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位在教会中的服事 真的盼望着在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能够把 从改教家所传来的基督的信仰 他的真理 特别是对神的这样的更真实的这样的敬拜 真的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活出来 并且也能够传承下去 主求你祝福我们的脚步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